一位穿越時空,進入3096年未來的人,保羅阿瑪迪斯 是一個20世紀上半夜,居住在瑞士的德宇老師 他在1921年因一個奇怪的疾病,陷入昏睡或者說昏迷,而住在日內瓦的一家醫院 在那個時候,一種罕見的超視覺或高超的精神現象發生在他身上 在他昏昏欲睡的睡眠中,他的意識進入了另一個人 一位活在公元3906年,名叫安德魯諾特曼的身體 3906年與他接觸的人,注意到了這件事 於是他們決定向他展示,並解釋關於那個地方,和那個時間的一切 此外,他們還詳細地向他介紹了 從21世紀到40世紀初,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沒提到20世紀,即可能是因為,怕他不小心擾亂或改變了歷史 與他自己原本的生活,那一切都將會因此而改變 他們並提到,將來人們會提到一種叫做 Homo occidentalis novus 的新種類的人類,將會成為現在的智人 Homo sapiens 當迪斯從昏迷中蘇醒時,他發現自己已在1922年 知道自己沒有多少時間了,於是他寫了一本日記 把他驚人的經歷記錄下來 人類在未來數世紀的歷史 從人口過剩和世界大戰的噩夢,直到世界全球化的變化 以及激進的新的行政系統,火星上的殖民地 和下一個人類進化階段 沒有交代任何親密的朋友和親人 他為了避免被落上瘋子稱號 而不對任何人說一句話 在1922年秋天 迪斯前往希臘 在一所大學裡擔任的余老師 兩年之後的1924年 他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 在他死於肺結核之前 他把他的日記交給了 他最喜歡的學生喬治帕帕契奇茲 交代他將來要讀 後來帕帕契奇茲成為著名的希臘 大學法學教授 從1926年到1940年 帕帕契奇茲花了14年的時間 逐漸翻譯迪斯的筆記 起初他以為 老師寫了一本奇怪的小說 最後他意識到 他翻譯的是老師的回憶 後來從1952年到1966年 他試圖追蹤已故教授的親屬 甚至12次前往蘇黎市 但是最終沒有成功 翻譯完成後 這本日記 在與帕帕契奇茲最親密的哲學圈內 和雅典的共濟會中 作為隱藏的知識流傳 而帕帕契奇茲是高級成員 迪斯的預言是非常嚴肅的 他們認為這本書幾乎是聖結的 蘊含著關於人類未來的智慧 而且只能為少數人保留 因此做出了讓這個信息 不被曝光的決定 到了1972年 帕帕契奇茲教授 儘管在與共濟會激烈的爭議下 仍決定用希臘語發表迪斯的日記 另一個版本是在1979年 但後來他失去了工作 且被教會指責為一個異教徒 在40多年的日子裡 這本書從未離開過希臘 除了共濟會之外 大多數人都忽略了或者不知道 它的存在和重要性 於是 這本書的大部分副本 都很快消失了 直到今天 取得這本書的副本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保羅阿瑪迪斯不是個作者 詩人或專業作家 相反的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出版成書 下面 就是關於未來最重要的幾點 公元2000年至2300年 人類仍然面臨著人口過剩 生態環境破壞 經濟不平等 貨幣體系制度錯誤 人民缺乏適當營養 地方性小戰爭等問題 人們正在生活在金融財物生存的 這種可怕的競賽中 沒有時間去尋找內在的自我 和更多的投入往心靈上發展 在公元2204年 完成了火星的大規模殖民 約有2000萬人 但在公元2265年 一場巨大的毀滅性火星自然災害 使他們全部死亡 從此 人類再也不想試圖殖民火星了 公元2309年 由於積累何謂解決的問題 地球一場大規模災難來臨 而且是全球性的世界大戰 我們所知道的文明 大部分都毀滅在這場戰爭裡 而黃色和黑色的種族 幾乎差一點都滅絕了 公元2396年 這個巨大的變化導致了 全球國際聯盟全球議會 的最終建立 雖然這個全球議會 是通過各國投票選出的 但他們都不是政治家或商人 而是由科學家、技術專家 和人道主義者所組成 我們所知道的貨幣已不再存在了 地球上的資源被重新分配 而能滿足於幸存的每個人 人口過剩、氣候、營養和生態問題都解決了 但有了另外一個問題產生 那就是生活變得很簡單 而人類也不再需要很積極地工作 在公元2396年那年開始 如同耶穌基督時代 年份重新以第一年開始祭書 然而 這個全球政府 是以極權主義的一種形式統治 導致了各國的政府直接或間接 反對這種做法反了數百年 這時的人們仍然具有民族意識 但沒有發展出世界意識 在過了二到五個世紀後 他們才做到了這一點 雖然人們的經濟已經均等了 但在技術和財產水平方面 仍存在不平等的現象 人類在心靈上變得虛弱且呆滯 這個奇特的黑暗時代 持續到公元3400年 也就是有一千年之久 公元3382年 人類出現了一個顯著的現象 人們一個接一個地 獲得了一種新的靈性能力 可以被稱為清晰的超視覺或超高直覺 直接進入偉大的精神之光 或直接的知識 以及其強大和驚人的創造力 這也是人類大腦的變種 公元3400-4000年 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 人類進入了新的黃金時代 此時的全球政府 不再單是科學家和技術官僚了 有了通用創造者出現 他們同時結合了哲學家 藝術家 科學家 精通事物者 神秘主義者的素質和能力 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免費的 包括服飾 房屋 食物 交通等 但沒有個人的私有財產存在 唯一的不平等是榮譽和生育 人們不再以生活水平和物質標準 來衡量自己生活的成功與否 而主要是在情感、心靈 和精神上的發展與自我完善程度 來代表一個人的成就 人們一生只工作兩年 相當於17、19歲 這時地球上的人口不到10億人 而且有豐富的物質生活 社會中的法律 從根本上減少到極少數 因為個人在社會上的犯罪意圖 幾乎都已不存在了 只有三種法律 涉及兩年工作期間的規定 涉及如何進行交通和貨物分配的方式 涉及人口穩定的規模 控制出生的那些法律 也請別忘了按一個讚喔